今天这局问题很大,还为弱敌我就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杀气,此地凶险异常,需要送战术卷 很快我获得一把4倍UMP45,隔壁楼间枪声不断令我心惊胆战,两兵一躺下汗低,我只能冒险一步 这把UMP45的威力出乎了我的意料,似乎又被光子工程师进行了私下改造,那今天还用啥步枪,用他得了 突然,一阵来自空中的脚步声,让我不由得向后方撤退,这种声音非常飘忽,我无法判断位置,必是高手无疑 唉,虚惊一场,原来是一个落到方庭没有武器的倒霉家伙 不过,一阵全心脚步声,让我再次警惕了起来,随着杀气贱能,就来自面前这个仓库 又到了拼命的时候了,我听声便为努力锁定他的位置,算准了对方的躲避路线,现在让雷管一会儿 我得1999元耳机,人吧 枪声再一次的激烈起来了,这是单人私牌,人家有队友可以相互照顾,不像孤家寡人,没人爱 看枪 一顿乱枪打死一个系统战神,我再次盯紧了面前的仓库,停,有人来了 我受到偷袭,是一个枪法很臭的家伙,也就意味着这个方景开始凶险起来 同时也给了仓库那人救援的机会,所以他们吧,大不了再打一次 那么现在,先把这个偷袭者斩杀掉 他出来了,可能是对自己的步伐破为自信 嗨,原来是一个同行,我必须打马,省得令齐,难堪掉翻 关了一瓶杂牌饮料算散时间,仓库两人也差不多该重新打一遍了,不要怪我 瞧见了吗,这就是这把4B UMP45的强悍威力,带了背径压得住,也打得疼 绝对是目前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不二地区 来到楼上,他们并未放弃,以为还能等来队友,我打死你们,让你们胡乱散发杀戒 望着他的175发点45,我笑开了眼,这才是我目前最紧确的物资 比步枪子弹还要珍贵,再次返回原位置,我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却忍不定被人打了后腰 怪就怪我今天出门超级,没有戴上铁锅一把,只能靠铁腰硬扛,镜子一难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一针身上腺素更好的东西了 一针入体,我再次恢复雄风,耳清莫名就听到了对方的方位 没错,是那两人的队友,一笔收了 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深刻的问题,打了这么多人 基本每个人都只用不到事发即可解决,这点45真的是要再次涌起来 不过新的安全区域即将刷新,还有新的传奇,等我铺铁 来到圈内,神石一扫,半个人影显露深行,距离百米开完 这把四倍冲锋照早不误,让我再次大呼过瘾 兄弟们,这把枪的后座里似乎真的是消失了 来到楼内,神石再扫,又在50名外发现一人,扎得宽比高长,怎么这么奇怪 哦,原来是爬着 可惜这边也没有带上太久,再次刷圈只剩六人 这场游戏已经变得毫无难度 我举枪冲锋,轻松解映,抬枪一扫,又是七发击倒 今天有如此神器在手,没有任何人可被挡对手 哎呀 该死,他的吉利福隐藏了他的气息 呀,想填包,你会后悔的哦 我这几个没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